今天的話,是第四次上課 那上一次上課的重點,大概有幾個 包含就是說 這是九指寸法表的格式化 這個地方可能要 特別要熟悉它 也就是說,你要怎麼樣把那個就是變數 有沒有,套用到Format裡面 那裡面的話,比較重要的是說 前面會有一個格式語言 就是大觀五來表是變數 然後你可以把字串 全部跟大觀五放在一起 也就是說你這樣一串字 就比較不會互相干擾 不然的話,如果你假設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數字,一個整數 你必須要轉型 才能跟文字互相串接在一起 所以你會發現前面的寫法是 一直STR,有沒有,刮鬍 然後裡面放I,裡面放J 然後I乘J,外面都一定要STR 然後這樣加號去串在一起 可是你會發現 那個公式你會變得非常冗長 那如果假設你把它改成用Format來寫的話 好處就是說 可以什麼 格式歸格式 然後呢 變數歸變數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把什麼 兩者把它分開來 這一點我覺得還蠻重要 其實蠻多語言設計 它都會強調說 你把什麼 把你的資料 跟你的程式分開來 不然的話呢 全部混在一起的話 那你就很容易寫錯 而且將來要分工的話也不好分工啦 有的可能會比較強調是 格式的部分 有的可能是強調程式部分 那這個當然如果你要分工就比較簡單一些些了 資料歸資料 那至於呢 程式部分請各位可以參考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雲端白板其實上面都有啦 應該第三個單元應該是在 第3個單元這邊都有 所以格式化輸出應該在第4頁的地方 就是寫成這樣子 把上面這一串 把它改寫成這樣一串 就是這邊 這邊是原來是ST 一直轉轉轉 然後呢 改成下面這個寫法 比較建議啦 你看慢慢把它改變 上面的寫法改成下面的寫法 將來呢 蠻多地方 都可以 用同樣的方式來敘述 那好處就是說呢 你的那個變數 就不需要特別去 注意到有關那個 就是 這個形態的問題 不然的話呢 如果假設用上面的方法 你要不斷轉型 像這邊STR一個兩個三個 那再來的話呢 上個禮拜我們 還有 信號輸出啦 包含就是 支腳三角形 然後支腳三角靠左跟靠右 前面要空白不空白 再來的話 把它改成等腰三角形 然後呢 再把它改成 兩個等腰三角形 OK 另外的話 我有介紹那個 就是證照考試的題目 假設你希望多練習一些題目的話 那我們在雲端上面 我有放蠻多的題目 各位可以 自己參考一下 反正呢 它要輸入 什麼資料 輸出什麼結果 反正你就按照它的要求 把它做出來 那就可以 就正確了 那個題目 這個考試基本上 它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也就是它輸入什麼 輸出什麼 你只要按照它的要求 中間的話呢 程式 它其實沒有印性要求 所以你一定要怎麼寫 OK 所以我覺得 這個地方 這個考試其實我覺得 彈性還蠻大的 那 另外的話呢 我們還講到有關那個 把那個什麼呢 把Fall回圈 改成Fall回圈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重點 其他一個 就是 如果把那個Fall回圈 跟Fall回圈做個比較 那我有 大概把那個 1000到99 本來是Fall回圈 把它改成Fall回圈 那 總共的話 有三個 三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因為Fall回圈 Fall回圈 Fall回圈 那個Range 瓜糊裡面其實是有三個主要的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初始值 比較從1開始 豆點 到99 那就100 100是停下來的地方 然後其實還有豆點1 不過豆點1其實是可以省略 豆點1是step 也就是說 那個 間隔多少 的數字 那當然呢 如果你改成Fall回圈 那這三個必須要 另外放 比如說初始值要放在Fall回圈的上面 然後邏輯判斷 停下來的地方就是 放在Fall回圈的後面 那如果你要步進 那你就I等於I加1 可能自己要去加這三個東西 那當然呢 相對的 程式會比較 麻煩一點點 那當然呢 我們前提是說啦 如果你用Fall 比較適合用Fall回圈的地方寫 你如果把它改成 用Fall回圈寫 其實 也寫得出來 只是說呢 寫出來的效果 還有程式 相對 會比較冗長 有沒有 而且不太恰當 所以有的時候你還要知道說 Fall回圈跟壞回圈 到底 有什麼差異 那哪一種狀況底下 比較適合哪一種回圈 OK 所以你不管任何程式語言 都會有這兩種回圈敘述 那我當然前面特別強調 你可以可想而知 Fall回圈 其實比較適合是你有一個固定的range 固定的範圍 有沒有 Fall in range 顧名思義 就是說 你要從哪裡到哪裡 有沒有 比如說你一個表格好了 從哪一列到哪一列 或從哪一欄到哪一欄 這種其實 就比較適合用Fall回圈 但是呢 如果假設你不確定 你不知道說到底哪邊停的話 那你可能就比較適用Fall回圈 像我們上個禮拜 舉了另外一個 案例 就是呢 拆數字好了 比如拆數字呢 我希望讓他拆1到 20之間 我隨便先用random 隨便抓一個乱數 然後呢 讓他拆 他拆到對為止 所以我不限制他拆的次數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用Fall回圈 就不太是 因為你不知道說 到底他會拆幾次 那如果用跨回圈的話 反正他拆對 就離開回圈 這邊就對了 跟他講說 恭喜你拆對了 但是如果你拆錯的話呢 那就繼續拆吧 OK 所以呢 程式該如何撰寫呢 上個禮拜呢 我們有在練習一個叫 拆數字遊戲 至於拆數字遊戲怎麼寫 會比較 比較 OK啦 其實我說真的 那當然也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那 只是說我提供一個 我覺得寫起來比較精簡的 一種 一個寫法 因為 像我們上個禮拜 寫的東西 這邊 OK 程式大概長這樣 那後面呢 其實當然可以做一個練習 什麼練習 如果假設要改 改成就是說 你只能拆三次 假如拆了三次 你還是沒有拆中的話 那很抱歉 就不能再拆了 OK 那防止就亂槍打鳥 OK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改 把這個程式 改成 只能拆三次 那當然改法 至少 會有兩種以上 那其中的話 當然 可想而知 如果說你假設要把那個 拆數字只能拆三次的話 那因為壞有E冒號 這個其實 我稍微來講 E其實就是True True的話意思說 反正我壞後面一定都 為True 一定為True的話意思說 反正呢 我無論如何 就是一直跑就對了 跑到什麼時候 停下來 跑到當他拆對為止 有沒有就Brake 所以喔 這個有點像一個油門 這個有點像一個煞車 當呢 反正剛開始 你就讓他一直跑 跑到當他答對為止 就Brake OK 那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怎麼樣 只能拆三次呢 所以這裡的話 如果假設 我要改的話 那可能就要把什麼 把換回圈 改成Four回圈 Four回圈的話呢 就讓他 For I in range 有沒有 他就一次 兩次 三次 所以喔 123 該到4就停下來了 所以喔 For I in range 可以的嗎 那個Range的話 1到4 有沒有 OK 然後他就跑一次 兩次 那可是問題來了 最後的話 假設說他三次還沒拆對 如果他沒拆對 那我還提醒他 你拆了三次 而且還沒拆對的話 那我提示一下 而且最好 比較貼心的 可能就順便跟他講說 你那個 你拆的那個數字 答案是多少 我直接告訴你好了 OK 這樣子的話 要怎麼去修改這個層次 第一個 你用Four回圈 那有同學說 那可是我不想用Four回圈 那我可不可以用 換回圈來改寫 其實也可以啦 方法2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在裡面再增加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 就是反正你 就是 拆了一次 就幫你加1 拆了一次 再加1 那反正你只要加1加2加3的 他已經三次了 好了 那就怎麼樣 如果呢 這個 數字產生 等於是拆的數字 等於3 或者大於等於3的話 那就怎麼樣 很抱歉 你不能再拆了 那一樣在那個 邏輯判斷裡面 再加一個break就好了 你已經拆三次了 不能繼續拆 我告訴你答案 那底下的話呢 就是再跳一個什麼 類似像這邊brake 也就是一個回圈裡面 不是說只能放一個brake 你可以放 多個brake 那brake有點像是油門 有點像扎車 就是反正 到此為止 就跳離這個回圈 那程式該如何修改 請各位呢 先把那個上個星期的部分 稍微再打開 然後再稍微看一下 齁